好 那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綜合軌的第一場 那綜合軌就是我們CostCover有各個主題嘛 那我們會希望也有一軌是就是有各式各樣的開源議題 然後就是有一種就是百花其放的感覺 那我們第一場的講者是DogEngine DogEngine DogEnergy DogEnergy 他是要講一個優化他的query optimization的主題 那感覺是有點傷害的主題 我們就直接歡迎他 聽他講 喂喂 大家好 就我叫做DogEngine 然後今天我要來分享 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 喂喂喂 OKOK 就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有關於Postgres的 Postgres的那個query atomizer 然後就你看到這個光劍 就你可能已經猜到了 就是The Last Jedi 沒錯 我就是靈感就是來自於就是星際大戰 最後最後的絕地武士 那我為什麼要取這個名字呢 希望你聽到最後就 聽到最後就我會跟你解釋 就我為什麼要取這個名字 那這邊我就很快速的跟大家 做個調查 就是大家有聽過query atomizer 或者是查詢優化器的 就可以就可以舉個手嘛 哇 非常好 太棒了 那既然大家都有聽過 那就我可以 喔 按錯 既然大家都有聽過 那就我今天我可能就會講得更深入一點 就我會涵蓋的主題包含就是說 就是SQL為什麼可以優化 然後SQL為什麼需要優化 那優化SQL有多困難 而Postgres它又是怎麼優化就是SQL 還有Postgres技術已經是最好了嗎 假設不是最好的話 那下個世代的優化技術 又有可能是什麼 首先 講到Postgres的query atomizer 就我認為有三個非常權威的 就是參考資料 大家假如對query atomizer就有什麼疑問 看這三個資料一定沒錯 第一個是有一個人 他叫做Tom Lenz 就是他的程式碼 第二個是Tom Lenz 他在外面給了talk 第三個是Tom Lenz寫的email 那你可能會很好奇 就是Tom Lenz到底是誰 就我為什麼要這麼強調他 就我栽自Postgres的官網 Postgres的官網是這麼介紹到Tom Lenz的 Tom Lenz他參與了所有面向的Postgres SQL開發 而且他就是代表著優化器設計的決定 他幾乎是就是優化器想 他關於Postgres的優化器要怎麼改進 他的意見是在社群中是最會被重視的 而這是我直接栽自Postgres官網 這樣對他的介紹 那這是一個Tom Lenz 他在PGCon 2011年就是get a talk 然後他講的題目就是 他在告訴你 假設你想要改Query Automizer的話 就你大概要做什麼事情 這是其中一個投影片 就是這些投影片是在講說 就是關於Joint Searching這件事情 他認為是Query Automizer要處理的問題中 最難的一部分之一之一 那Joint Searching他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Joint Searching另外一個名字是就為 大家建議用另外一個名字 假設更有興趣的話就會收到更多資料 叫做Joint Ordering 那什麼是Joint Ordering呢 Joint Ordering是這樣子 假裝我們給另一個SQL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SQL 其實非常簡單 他就是要想要知道 就是一個客戶他從以前到現在買過多少東西 但是他必須要Joint三個表 分別是顧客表 訂單表 然後還有商品表嘛 那其實這個Query的重點只是在於說 有三個表要Joint 主要就你只是寫有三個表要Joint 但是實際上怎麼去Joint 是有優化器來幫你決定 什麼叫優化器幫你決定 比方說其中一種優化器可能決定的 決定的Joint的順序是這樣 就是 訂單先跟商品去做Joint 那他們最後再跟Customer做Joint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Customer先跟 先跟Orders做Joint 然後他們最後再跟LineItem做Joint 兩種方式都可以最後達到 就是都會是你Query看到的那個東西 但是 左邊的方式是會比較好的 大家有要猜猜看是 就為什麼左邊的就是執行效率會比較好 OK沒有 好我直接告訴你 因為 非常專業 就是因為 它的中間產物是最小的 可以看到就是 中間的黃色的框框 就是 就一個是10 另外一個是600萬嘛 那其實 你中間產物越小 你要做IO次數就越少 CPU CPU啊 然後還有 硬碟從Memory 從硬碟到Memory 都做的比較少 所以它其實執行起來是 比較省力的 那其實我們再看一個更簡單的例子 這更簡單的例子是一個 就我們從一個 台灣的小學三年級的數學段號考卷開始講起 這個大家一定聽得懂 首先我們先看第三大題 算一算一填一填 很簡單嘛 就是三個乘法而已 那就我們先來解第一題 第一題 8乘2 非常簡單 8乘2 16嘛 那第二題 80乘2 那80乘2就我們試著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我們講說我們先把80做因式分解 那它就展開來就變這樣嘛 這個大家也都會 那就我們可以再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把5移到另外一邊的那個2 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因為這樣做的好處是 5跟2就一碰在一起就變成10 那我們處理那個10的乘法是非常直覺 非常好算的嘛 所以就我想表達的意思就是說 就給你一連串的自然數的乘法 那其實你的腦中會自動的去 想要把5跟2啊 那這樣碰在一起 因為這樣你的計算會更省力 就有沒有感受到就是 跟剛才那個例子有一點關聯了 那我們再看第三大題 第三大題就我們改一下數字 我們假設改成是800乘27 那我相信在場的大家就是800乘27 就你應該腦中快速的想法都是 8乘27再乘100 那這個是為什麼呢 因為一樣的就是我們處理 就是10進位的乘法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省力 非常直覺的 那之所以自然數的乘法 可以讓我們就是隨便的這樣變換 是因為大家可能也都有上過 就是因為自然數的乘法 滿足交換率跟結合率 所以你可以隨便的去交換 他們在乘法中的位置嘛 假設你看到2跟5 就算他們隔得很遠 你還是會想把他們放在一起 因為就會變成有10的倍數 你就會做起來很容易 或者是 你在一大堆乘法裡面看到一個0 那其實你剩下的就你也不想看 因為你就知道他就 答案就會是0嘛 就是你可以隨意的變換這個乘法的順序 感覺非常棒 就是讓你在做乘法的時候感覺非常棒 雖然我不是數學家 但這聽起來還不錯對不對 好沒有笑 好那接下來就我要講的事情是 假設那剛才講的那個自然數的乘法 跟query atomizer就有什麼關係呢 他其實我覺得這個想法就對應到所謂的 Heuristic Based Optimization Heuristic Based Optimization 就有點像剛才5x2的那個例子 你就是 你看到你的query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pattern的話 query atomizer就會 不顧一切的 他也不管什麼其他東西 他就會想辦法去apply那個pattern 因為那個pattern apply之後 他就會讓他的計算更省力 就像我們剛才本來800x27 本來我們直接算800的話可能比較難算 但假如我們改變了他那個位置的話 就會做得更省力 這是所謂的 Heuristic Based Optimization 可是Heuristic Based Optimization 有時候並沒有辦法發揮作用 就必須要更精確地去計算成本跟收益 才有辦法達到優化的效果 這是所謂的Code-Based Query Optimization 好現在我們要進到一個比較複雜的 複雜的懲罰問題 還是矩陣的懲罰問題 矩陣的懲罰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 就蠻經典的那個 就蠻經典的演算好問題 他跟剛才的那個自然說懲罰問題有點像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現在給你一堆 現在給你一堆矩陣 那你要想辦法安排一個 矩陣相乘的順序 讓他做的懲罰次數最小 比方說我們可以先看到左上角 這個273那邊 他是AB先相乘 然後再跟C再跟D 那他總共會做273次的懲罰運算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右下角 他是CD先相乘 再跟B再跟A 那他只要花了237 237次的懲罰運算 所以一樣的嘛 他這個也是比較省力的方法 但是他跟剛才那個自然說的懲罰 就是什麼不一樣 就是這 在你在做 矩陣連成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去做一點計算 你才能知道說 哪一個順序是比較好的 這就是所謂的 Code-based query optimization 這就是就我會拿來類比 所謂Code-based query optimization 那接下來我們從就是 演算法的 就是傳統經典的演算法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用所謂一個 Button-up的 Dynamic Programming的方法 那其實就不要被他 就不要被這個 DP蒙騙了 他其實就很簡單 所謂Button-up的意思就是 他會先從紫問題 小的問題開始解 先從Level 2 解完Level 2之後 再解Level 3 再解Level 4 再解Level 5 那Level 2 你可以看到Level 2也很簡單 Level 2就是括號裡面 只有兩個 兩個矩陣相乘 那 偶舉Level 4的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狀態來說好了 這個狀態可以分解成 三個 三個 狀態的比較 那這三個狀態比較可以看到 他其實 裡面可以用到前面Level 1 Level 2 Level 3 他們做到的 他們做的那些運算 然後來 然後來避免就是Level 4的重複運算 這是所謂的 Dynamic Programming的方法 就是你記下一些那個 你已經計算過的東西 然後來幫助之後的運算 讓你不用做那麼 就一些重複的工作 好 那 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我想講的一件事就是 那 那 那為什麼就是 就是 矩陣乘法 它可以讓我們 就是 呃 隨意的安排這個順序呢 因為矩陣乘法 它滿足結合率 可以注意到它比剛才的那個 正成書乘法少了一個交換率嘛 那 就我之所以要花一點時間強調 他們背後都是有 呃 原理來支撐他們的優化的方法 是因為Clear Automation這件事情 一定是要先 確定 你做的優化手法 會得到正確的結果 你才去追求 比較省力的方法 像 像假如 呃 自然樹就是 就你可以定義另外一種樹 它 它 它並沒有滿足交換率的話 那你隨意的去交換它 它其實 結果隨便 結果隨便不相等的嘛 那這就不會是一個 可以優化的 呃 方法 所以你要優化 背後必須要有 就是 等價這件事情來支撐 你才能去優化 簡單來說就是你要先求不上身體 再去求效果 好 那剛剛我們花一點時間講了 Dynamic Bottom Up的Dynamic Programming 那它跟Postgres有什麼關係呢 呃 而事實上 有關係 這是熱騰騰的 我昨天才從那個Postgres的Github 解下來的解圖 那第一個可以看到 它確實 它的這個所謂的Standard Joint的這個Search 它就是用Dynamic Programming的方法嘛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這個 只要看這個小小的FOR回圈這邊 它先從Level 2開始做 要慢慢的做上去 慢慢的做上去 其實就有點像是 就是矩陣懲罰蓋那個例子 它們背後的概念 都是一個Bottom Up的DP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 欸 這樣聽起來 就是一個 你用標準那種Standard Joint Search的方法 就可以解決 就是Join那個 Join Ordering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Tom Lamb還是要說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地方呢 就是他覺得Ultimide最困難的地方之一 那是因為這個問題 它被證明是NPR 所謂的NPR就是 電腦科學家 他們發明了這一系列的問題 就是這些問題 就算任何一個電腦 超級電腦來算 也必須要花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當問題 當那個問題的規模一大 就必須要花非常多的時間來計算 所以這是Join Ordering 它為什麼困難的原因 那所以我剛才說就是 隨著問題的規模越來越大 才會需要 它的計算會越來越困難 那事實上我們生活中 還是會遇到一些NPR的問題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 通常我們會有四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N很小的時候就用 標準的演算法去算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 就是Standard Joint Search的那個方法 它就是會去硬算 那Postgrad裡面有一個參數 叫做Gekko Threadhole 它就是會在小於12 也就是說這個12的意思就是 你有12個table 以下要做Join的時候 它會用剛才那個標準的Standard Joint的方法去 去決定它之間的Join的那個順序 但是當它N超過12的時候 那該怎麼辦 就是NPR的問題 超過N超過一定程度的時候 通常會有幾個下面這幾個做法 第一個就是肢解部分的指問題嘛 可是這在Postgrad是沒辦法的 第二個就是近似演算法 近似演算法它就是說 好就我想出一個 比較快的演算法 可是 而且我能保證它跟最佳解差多少 很可惜Join Ordering 也沒有近似演算法 那接下來就要講到 Postgrad它用的方法叫做 它用了一個隨機的演算法來 優化所謂的Join Ordering 在Cable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那這個演算法就是所謂的Genetic Algorithm 就是這個所謂 開始可以解釋一點 就我前面的那個標題 就是Genetic是怎麼來的嘛 這也是熱誠的從Postgrad官網 接下來的那個文件 就是所謂的Gackle 就是Postgrad在它你那個參數 N超過12的時候 它就會切換到一個基因演算法來 來這樣去解決所謂的Join Ordering 好 那Postgrad它為什麼要用那個基因演算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個當然是我剛才講的那些理由嘛 另外一個角度來講是 Postgrad它一開始出生 它身上就帶有很濃厚的學術氣息 它Postgrad之所以會叫做Postgrad 就是因為它是Post Ingress的原因 Post Ingress Ingress是最早的幾個relational database 所以Postgrad就才會叫做Post Postgrad就是Post Ingress的意思 所以它才會叫Postgrad 那既然它帶有濃厚的學術氣息 所以其實在2000年附近作用 那時候學術界的顯學 拿來解決Join Ordering 就是用所謂的基因演算法 跟一些其他的類似的 類似的那個隨機化的演算法 好 那既然我們知道說 這個問題是一個nbhard的問題 而且它用了基因演算法 來解這個問題 那我們可以來 那我們可以再從另外一個問題 來幫助我們了解Postgrad的 這個所謂gecko的這個東西 那我們先來看另外一個問題 它叫做TSP TSP就是旅行推銷員問題的縮寫 那旅行推銷員問題的縮寫 其實描述起來也非常簡單 就是現在給你一張地圖 你要從一個起點出發 然後唯一的拜訪地圖上的所有城市 並且回到你出發的起點 聽起來也非常簡單嘛 而事實上也非常簡單 比方說我們先看 隨便看一個解 它先從高雄出發 然後到台東 然後接下來到宜蘭 再到花蓮 再到高雄 再到高雄 那這一個 這一個路徑的走法 它花的距離就是1300馬 那大家應該對這個就有一點 大家對就是TSP可能就有一點了解 那接下來這張圖的有意思的地方 其實是在於說 上半部的 然後就有忘了講 就是TSP這個問題 就是你雖然知道它旅程長度是多長 它想要的是最小化這個推銷員 它要旅行的距離 那既然是最小化 那上面這個1300現在就是非常不好 因為看起來是非常周車勞頓的一個安排 那假如是下面的這種 先到宜蘭 再到花蓮 再到台東 然後最後再回到高雄 看起來就比較省力許多 那為什麼會 就為什麼這個上半部的這個 看起來都是非常的疲累 但是下半部都是 下半部的旅程安排都比較輕鬆 是因為我當初我在設計這張地圖的時候 就我用了一個非常非常明顯的 就是高雄跟花蓮的距離 就是非常長 所以只要你有 只要你的旅途是你有花蓮到高雄 或者高雄到花蓮 那它幾乎就會dominate 就你整個旅途的長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因為 就我的數字故意這樣設計嘛 所以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想的事情是說 欸 就我忘記講 就我之所以要用tsp來舉例 因為tsp它雖然描述起來簡單 但是tsp它也是一個nbhard的問題 既然它是一個npr的問題 那代表說我們剛才提過 那代表說我們剛才提過 當你n一大的時候 它也不可能用那種暴力的方法去解決 因為就連超級電腦什麼之類的 他們也都需要算很久 所以傳統的做法是 會用數去 欸 就大家可以想像就是傳統的 在n很小的時候就是 可能就會去展開整個搜尋數 去得到一個最小的旅途嘛 可是 當這個數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辦法這麼做啊 有沒有一種方法就是 讓 我們就是 就我們很明顯就知道 花蓮到高雄的旅途太長了 不行這樣子 這是所謂 基因演算法 欸 它的精神 所謂基因演算法 大家只要想著一句話就好 基因演算法就是一句話 龍生龍 鳳生鳳 老鼠生的兒子會打動 這是基因演算法的精神 那基因演算法 基因演算法 它這個演算法是這樣 一開始它會先 隨機的生成 兩個解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個 就是 螢幕上的這兩個解 接下來它會去算一下 就是喔 這兩個解 對我來說 是好不好 欸 想我一開始隨機生成這兩個解 看起來都不太好 而當然這是我們上帝視角看 所以我們會覺得不太好 但是 基因演算法 顧名思義它就是 想要模擬就是 物盡天者的那個感覺 所以它會透過 交配 圖變 去讓你的解 慢慢的變好 達到我們剛才那個 就算搜尋數很大 但是我們也因為 物盡天者的關係 我們可以避免去搜尋 就是數裡面的某些 某些分支 那 那交配跟圖變要怎麼做呢 因為Postgres它其實沒有用到圖變 所以我今天就只會講 所謂的交配到底一直怎樣 而交配的概念 其實也就是跟大家 生物上學的那個交配一樣 就是 紙袋會從 清袋上面 各拿到就一部分的基因 這就是所謂的 基因演算法的一個 很很重要的特色 那它是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個parent 這是我們一開始生成的那個 那個 初始族群 也就是初始節 那 現在我用一個很經典的那個 linear order cross over cross over 來講 那所謂的linear cross order 是 linear order cross over 它就是會先從 母親身上 一模一樣的繼承 一部分的基因 一模一樣喔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兩個圖相對 就是 off spring 它 它在沒有挖空的地方 都跟母親一模一樣嘛 可是當 父親 他會繼承父親的片段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linear order的 這種繼承概念 他會先 父親的 父親 父親的基因先扣掉母親的基因 那扣完母親的基因之後 再按照父親的順序 填回去 剛才 填回去剛才那個 紙袋基因的 控格裡面 所以我們就生成了一個 新的解嘛 那 生出一個新的解之後 我們會再去 評估一次 就是 所有的解 他們 他們的 所謂的fitness 也就是符不符合 就是我們想要的 解的那個品質 那 顯然就是我們新生出來的這個 紙袋是非常好的 那就我們就會淘汰掉 就是本來 舊的基因 就我們會 就跟那個達文的進化論一樣嘛 就是優勝劣敗 物盡天責 好 那基因演算法 他其實會 一直重複這個 交配 挑選優勢族群 交配 挑選優勢族群 這件事情 就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那他什麼說 中指呢 通常我們中指的條件是 就是 按照所謂的就是 評估每個解的次數來當作中指條件 也就是 你可以想像成是 族群演化的代數 你可以想像成這個概念 那當你演化超過幾代的時候 這個基因演算法就會中指 那中指之後 他就會把最好的哪一個解 就是 揮傳給你剛才 剛才那個 基因演算法 摳基因演算法的地方嘛 也就是 最後我們其實 也只會把 剛才我們生成的這個 offspring 因為他只是400而已 就吐回去給 那個 所謂的 就你就會得到那個 最好的解 好 那 我剛才花了這麼多時間講tsp 欸 事實上 postgres 他所謂的gackle 就是用tsp的 就是用tsp的基因演算法 去 解決join ordering 這也是從官方文件 剛才大家 就是 我故意 不把他框起來 就是為了要講完這個才講 所以他其實 Postgres的 那個 N超過12的 就是用一個 tsp的基因演算法 去 讓得到一個 好的join的順序 好 那 這其實是 那個 2000年 因為我剛才講過嘛 這是2000年主流的那個技術 但是在 2000年之後 現在比較主流的技術 是又回到了 就是DP的方法 那他們 為什麼會回到 DP的方法呢 因為 就我 這次本來也沒有打算講 就是 只是讓大家 了解就是 雖然基因演算法是 那個時代的主流 但是現在的 學術界最好的技術 其實是 用另外一種DP的方法 去 來解決這個 join ordering的問題 那 這一切的開始 是差不多從2008年的 這篇 paper 就是Dynamic Programming Stress Back 他其實就是 他應該是想致敬就是 星戰的這個 Empire Stress Back 的 這個梗 所以 所以才會取這個論文名字 然後 這也是 為什麼就是 就我的 那個演講題目 會叫做The Last Jedi 因為 經演算法 比較像是 就是 時代的 敗北者 目前看起來就是 文獻上的比較結果 所以經演算法是 輸給了 新的這種 DP的方法 所以我才會說 他是 就是 The Last Jedi 好 然後今天就是大概就是 我跟大家 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 Postgres裡面 就是 就很困難的其中一個地方 首先 join ordering就是這個問題 那大家有什麼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有嗎 有問題嗎 我感覺 在場有很多 就是這張位 蠻有研究的 應該可以 就是 大家交流一下 好 請說 我想請問 就是像你拿著去看 這些 Apple之類的 蛤 沒有沒有 你可以再做一次嗎 就是像你拿著去看 這些 資料庫的一些 沒有沒有 這是 因為這是我那個 碩士論文就研究的題目 對對對 欸 然後順便可以跟大家工商一下 就寫了一篇 非常精彩的文章 他解釋了 比方說 各個資料庫 他為什麼不挑你 新建的index 然後還有像是 就是 Prepare statement Prepare statement 就是用來防止 就是SQL injection 就很有名 那什麼時候 Prepare statement 是其實不好的一個方法 就是 Prepare statement 哪裡會 哪裡不適用 然後還有就是 假設你遇到了一個 很慢的 query plan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改善 就是這個query plan 然後就我的 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 What is the Postgres SQL Game Plan 他其實 其實我那時候是想 致敬 致敬魷魚遊戲 但是我寫太慢了 就是 就我最近才寫到 寫到一定程度 大家非常 非常推薦大家去搜尋這篇文章 我是覺得寫得相當好看 好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呃有人 還有問題嗎 好 請說 這個跟這一次的 主題比較沒有關 但我比較好奇的是 江澤民 對其他類似 例如像是 Spark SQL 啊 啊 DuckTV 或Facebook 他們的 所以你的 是否也有 可以過 你問到DuckTV 就是專業的 他那個文章真的很精彩 欸 很少 但是很 欸 就 應該這麼說 就是我比較知道的 都還是跟 Query Automizer相關 因為 一樣嘛 資料庫是很大型的軟體 然後 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 就有不同的 就有不同的指系統 那就我剛才講的那篇文章 其實也有提到就是 Spark SQL 它背後的Query Automizer 是怎麼運作 你有興趣的話歡迎 推薦你去看 至於DuckDB 它 DuckDB 它的Query Automizer 就是我剛才最後面提到的 Dynamic Strikes Back 它就是去實作那篇文章 所以也非常推薦去看一下 就是DuckDB 就有機會我再會分享跟 就是 就有機會 有什麼社群活動應該再講一下 跟DuckDB有關 好的 因為時間有限 那我們今天這場就到此為止 然後 大家如果還有什麼要深入討論的 可以待會再 講台旁邊 或者是到門口 應該可以再跟 就是講者討論一下 留個聯絡方式 那我們剛剛有說就是 我們綜合鬼就是一個 各式各樣主題都有的 鬼 然後 現在我們今天有一個非常 Hardcore的主題 那下一場 我們十分鐘後 是有一個 有關於簡訊實驗制 那也十分應用的主題 那就有興趣的話 可以留下來 繼續參加 謝謝大家 那大家幫 對 獎者鼓勵 謝謝大家